首先需要指出,台湾不是乌克兰,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。根本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,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 两岸必须统一,也必然统一。这是历史大势,使任何人,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。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,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,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,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。 他们近期借乌克兰局势蹭热点,刷存在,刻意渲染所谓大陆威胁,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与谋独的调门,甚至狂妄的鼓吹战争。 这种妄图以外谋独,以武谋独的行径,是在害台湾,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。 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,天经地义,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某些外部势力,邪阳谋独没有出路,以台制华,注定失败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,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坚决回击任何危害中国核心利益,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